罵什么罵 干什么事啊 年长者 年轻人为了博爱座大打出手 日前短短一周就发生三起博爱座争议 引发量派网友论战 现在有乘客发现台北捷运文湖县 有了新的广播 博爱座年纪不是唯一标准 身心障碍者等优先使用 请发挥同理心 传递爱与关怀 有很多网友担心这种广播 难道不会加深对年长者的敌意吗 老若妇孺不就有个老字吗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年龄不是标准 长辈行动确实比较不方便 让一下也还好吧 行动不方便或者年纪大一点的 就是应该要让座 我觉得因为我们也是老人 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那是个人的修为 目前六条线路当中 只有文湖县有实施新广播 在列车开往大湖公园站 西湖站及万芳医院站这三站之前 就会在车上播放 北捷持续搜集各界意见之后 再评估是否要全系统上线 博爱错的问题就是造成 大家对老人家的误解 以为老人家说好像不说不行 其实不是身心障碍者 潜意保护法 上面很明确规定 就是身心障碍跟老弱妇孺 那年龄当然是一个问题 老年人就有优先使用的权利 主观上只是认定自己需要的话 其实这个是不合法的 专家建议不爱做争议 人要回归现有法律 不要因为少数个案 让博爱美意变了调 我是陈居根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喔